儿童与成人应该区别补充益生菌 由于儿童的身体机能还不够完善 所以在补充益生菌的时候 要区别于成年人 医生提醒 有四类儿童的益益菌都有可能严重不足 剖腹产儿童 早产儿童 低体重出生儿童 非母主胃养儿童 因此这些儿童必须 及时的补充营养素还有益生菌 当孩子长到四到六个月 能够添加辅食的时候 家长们就可以一点一点的 给宝宝们额外的添加益生菌了 另外上述的这几类儿童 因为体内缺乏乳糖酶 无法很好地让肠道分解乳糖 他们就容易出现负胀便秘 或者是腹泻等等胃肠道不适的症状 这个时候也需要给孩子们补充益生菌 让益生菌帮助他们分解掉一些乳糖 这样就可以减少这些宝宝们 发生乳糖不耐受的情况